上回我們講到 康蕭龍勳長走出院子裏 想不到蕭月潭也站在發呆 兩人站起來同時都發現 原來大家的呂不韋 也有一定的看法 覺得這個人本性已經非常囂張 現在一定全操在手 就已經再無顧忌 蕭月潭說 蕭龍 我們共過生死 我真的完全信任你 我覺得以你這樣的個性 日後終有一天 你會為呂爺所不容 到時候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漢蕭龍點一點頭 為了小盤 他是註定會成為呂不韋的死敵 或者這個就是命運 而趙善他們的慘死更加堅定了他 要幫助小盤這個秦始皇 統一陸國的決心 只有武力 才會制止武力 雖然建立了強大的秦朝之後 要到達法治的社會 依然有兩千多年的遙遠路程 但是這樣始終是一個開始 夜了 明早還要趕路 我們回去休息 你先回去 我還想在這兒站一會 你喝一會 那不如我們 就一直在這兒聽到天亮 我都很想了解多些 在咸陽的形勢 好 笑貌落於鳳梅 到第二天天亮 五十幾個人 就乘馬出發 向他橫龍嶺接遲去 又連續趕了二十幾日路 終於 橫龍嶺 就已經在他們面前了 一路上 各人都心事重重 偶然跟著聊天 都是怎樣隱避行蹤 又或者對追兵 展開反偵查等的計議 走到半路中途的時候 已經就憤怒了敵人的探子 笑月潭在路上 出奇地沉默 滿懷心事 自從那一晚 項少龍跟他聊了整晚聊天之後 更加覺得 他有些心事 是藏在心裡 痕於啟齒的 不知道是不是敏感 越接近橫龍嶺 項少龍就越有一種 心驚欲跳的不祥感覺 昨晚他還發了個夢 夢見趙善和春瑩那幾名婢女 人人都打扮到花枝招展 硬硬扯著他 要他翻咸陽 驚醒過來的時候 早就已經是淚流滿面 心如刀割 所以藤亦想多幹這路的時候 項少龍堅持找一個 背靠大山面向平原的山幽扎營 爭取多些時間休息 和想想以後的情形 黃昏的時候 京進就帶著他那幫京家的子弟兵 帶著野美回來 解柴火燒烤 為了避免暴露行蹤 入黑之後 他們都不點燈 或者透氣溝火 在這個心動的時節 這個多麼令人危忍受一回事 又來到大木的地 經常他們一群年輕人都興奮上來 三三兩兩地在營地裡站著 紀燕賢和烏庭坊兩個 躲在帳篷裡聊聊聊聊聊聊聊 少月潭一閘就拘捕李斯 去到小瀑布旁邊聊聊聊聊 神色嚴重 忽然間 李斯向著藤役和漢少龍走過來 請兩個人過去 漢少龍和藤役對眸了眼 我身上都有點突然 於是跟著李斯就來到蕭月潭 站在那裡的地方 蕭月潭雙眼隱犯淚光 望著瀑布之下的清喘 臨死不出 李斯亦又令頭嘆一口氣 過了很久很久 他兩個人都不出聲 藤役已經很有耐性 但是到了這時候都忍不住了 就說大家都是自己人 曉卿有什麼心事 為什麼不直接說出來呢 蕭月潭一口氣 望一望 漢少龍和藤役兩個 滿懷感觸地說 那晚 我說給少龍聽 我很喜歡思亂想 誰知我越想下去 就是越焗的自己不是尼斯亂想 到底我想得對不對 答案 就在那裡 他伸手向著遠方的橫龍嶺一指 河少龍和藤役兩個 同時都想到什麼 全身劈陣 手腳冰冷 李斯亦都嘆了一口氣 剛才蕭月潤在下 對洪樹林襲擊這件事 反覆地退敲 發展了很多疑點 最後 我們得出一個 恐怕非常令人震驚的結論 就是我們 看來都成了 雷相國的犧牲品 河少龍和藤役 對望了眼 都看了對方眼中 蟹炎的神色 為何他們兩個 本能來遇上身的人 反而會最早得出這番結論呢 蕭月潤說 其實這次的出事 為何一份憂差 六國之間 根本一直 互相傾斥 你打我我謀你 再加上 最近齊博楚國 要陰謀顛覆趙國這件事 他們怎樣難以聯成一氣 西楚慈這件事 只是多此一舉 何況 女爺現在正啼力培養自己的族人 更加不應該放過這個 給自己族人入宮的好機會 但他反而 要將這個這麼好的機會讓給少龍 唉 很多時候 本來都不應該放在心裡 但是一出亂子 仔細地想下去 就發現有很多不尋常的地方 藤役的面色也變得很蒼白 他說 我一直都不明白 逆人對我們突襲的時機 和形勢的掌握 為何這麼無懈可擊 對那麼好 就是呂洪屈斗其兩隊人馬 以及營人離開之後 我們界地最鬆懈的時刻 就算他們不斷地有人偵察我們 但是 在這樣的雪兒之中 又如何能夠這麼清楚 我們藏在樹林之中 誰一定有內奸 河少龍艇裡也敢到頭皮發馬 他吸一口氣 但這樣做 對呂上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都是他的人 還有三百個 由他挑選出來的家將 如果蒙天蒙武 大家都沒命 那蒙武豪豈不是要悲痛欲煮 蕭月潭抹一抹眼角的眼淚 嘆一口氣說 何蕭月潭跟了呂爺有二十幾年 最明白了他 偉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性格 做生意的時候是這樣 稱天下也是這樣 少龍 你想想 如果這次伏擊 真的楊全軍派人做的 對他有什麼好處呢 你的問題本來非常直接 直接又簡單 但是現在說出來 他說沒有人可以回答他 莊襄王一直都掛著楊全軍 曾經幫自己登位的恩情 所以封了呂不衛做右丞相的時候 也將左丞相的位置留給他 而是希望維持兩邊的平衡 而且更加阻止呂不衛去對付楊全軍 但是一手將朱基和認證 莊襄王的愛妻愛子 在趙國救回來 又將曾經迫害過 他們一家的趙穆 在趙國逐回來的項小龍 如果被人殺死了 由於事前組織有風聲傳出 是楊全軍要對付他們 而死了又全部都是 呂不衛的親信和家將 那誰會懷疑 這是呂不衛自己策劃的事呢 莊襄王和朱基兩個人 對項小龍都非常寵愛 如果相信楊全軍派人殺死項小龍 楊全軍哪能面磨 連麻洋夫人都保不到這個親弟 那時候 呂不衛人能夠一舉 除去這個心腹大腕 獨掌朝鮮 有哪個人 比他和莊襄王 以及朱基的關係更加密切呢 蕭玥潭 看著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過漢小龍 知道他已經想明白這一點 尋聲馬 可惜的人之中 沒有人比女爺更惜得玩陰謀手錶 如他指計成功 可以說是一石幾鳥 首先他可以除他的漢小龍 因為實在太過鋒芒不露 不但大王姬王后對你嚴挺雞重 連正太子對你都特別依戀 你身後 你又家當龐大的烏家做後盾 假以時日 凡定呂不衛的光芒都被你蓋過 秦人最尊崇英雄 又中軍公 他們需要的 是像你那樣自勇相傳的人 呂不衛怎麼能夠沒有鼓勵呢 那時候蕭月譚已經不叫呂不衛做呂爺 而直接叫他的名字 大家都體會到他心境的變化 明白到他被人出賣那種悲痛和憤慨 李斯爺接著說 他還可以逼蒙將軍 因為愛子慘死而和他站在同一陣線 對付楊全軍和他的同黨 又可以將精銳無敵的烏家子弟 居然修為幾用增強實力 A生的那些親信家長 算什麼一回事啊 而且今次 這三百名家長 全部都是和圖管家 以及蕭先生 有多年關係的人 可以說是露了一輩家長的系統 他們戰死在松樹林 會令呂府之中 呂族的勢力 此消彼長之下更加壯大 啪啊聲 藤亦聽到生氣 還身邊的小樹一劈劈斷 眾人心中的悲憤真是有憎無感 他們本來只是存心存意 為類不為辦事 但換來他們是這種下場和結果 蕭如談話 事情是否真的好像我們估的那樣 很快就可以知道 如果真是呂不為 將我們好像貨物一樣出賣 但在橫龍嶺那邊等著我們的 不會是呂洪或者屈斗旗 而是那晚 在紅樹林裡面 集中我們的人 如果我猜得沒錯 你一幫人 應該由處盟親自主持 這樣才不會怕留消息 之後 趙長這批人 有一部分在咸陽城外 這樣就沒有人知道 項小龍想起當日改變路線的時候 呂洪那種過激的反應 心就更加沉下去 如果不是 人家一早有心已經伏擊自己 呂洪又何必要有這樣的反應呢 李師說 處盟這個人 心術高明 被我們走出來之後 還特地扮成韓冬來追趕我們 使我們深信不疑是陽城 更勾結了韓人 來對付我們 真是使人心寒 藤亦很平靜 三弟 那你還要出事齊國嗎 漢小龍連苦笑都逼不出一句慢慢的 現在我只是一個興趣 就是精神 你的確呂不為所作所為 而我想辦法再將處盟殺死 那呂不為 就要先還一點 債給我 漢小龍 到了將來的黃昏 漢小龍 藤亦尊正是三個面色陰沉的橫龍嶺那邊回來 喊了李師和蕭月騰 去瀑布旁邊傾底 既然他們都知道這件事參與了一起商議 不用說 但是他們都知道結果了 李師問 他們有多少人呢 藤亦說 藥口有千多人 換成了秦軍裝束 還打著屈斗旗旅紅的旗號 蕭先生 我都沒錯 你批人正是由處盟率領被經進認出來 經進點頭說 我就認出其中有幾個旅族的人 平時還和我稱兄道弟 現在就反面無情了 蕭月騰彈了一口氣 核斗旗的人 恐怕得死了 這件事 當然是賴入了韓人身上 很堅定大蒙討伐韓人的心 唉 想不到 我蕭某人要今天才要醒覺 原來我一直都為虎作茶 李師說 這件事 我們怎樣也要引起了一忍 我和蕭露可以拍下手地走 但是漢太傅後面還有一個烏家 想走都走不行 幸好大王和姬王后都支持你 只要未抹脫臉 女不為一時都難耐你何的 肖如譚 表面上 蕭露已經扮到對此事深信不疑 說是楊全軍勾結韓人所做 瞞著所有人 包括女不為在外 你一定要吐光兩晦 這樣就可以相安無視 到了時機得當 再想家業遷向邊疆遠方 到時我們看這個無情絕意的人 如何生長 你依然走就眉頭問 但現在我們如何應付處民的人呢 如果就這樣一走了之 豈不是使人知道 我們已經懷疑了 還有小母小田兩人 如果將事情告訴蒙盧 女不為又要知道 我們已經知道他的姦謀 現在他每日都擴張的勢力 要扮到烏家和蕭龍 不是這麼困難的 鄧易說 我反而不擔心這件事 只要我們佈置好 預先準備到逃走的路線 再依照原定原諾的方法 通知各位惡賊 我們現在在什麼位置 他們一定可以上次用莫肯來偷襲我們 我們那時候 就殺他一個痛快臨尼 打了他一場之後 才返回陷阱 怎麼都要問他 奪法的欠債率 京俊在三兜裡面 拿了一卷白土 上面粗力地 抹出了橫龍嶺的形勢 其中有三支旗 代表敵人分布的形勢 他指著其中一處山谷說 這裡有一塊很險峻的高地 三邊都是邪波 掌握了樹木 後面就靠著橫龍嶺東南的枝墨 離開柱民的地方 就是兩個時辰的路線 如果我們在那裡 設置那些暴力野獸的陷阱 趁這幾天陽光充沛 樹上的積雪 已經溶了 然後我們再找樹枝油 和在樹身那裡 用火弓來配合 怎麼都可以洗柱民 打回大大仗 藤也指著後山說 我已經看過了 只要如先在那裡 留在那裡攀移的城塑 可以輕易翻過山領 由另一邊的平如迅速離開 少兄李兄兩個 可以帶來亭方 和蒙家兄弟 先在那邊等我們 亦都看本好馬匹 和良性 河少龍長身而起話 就這樣決定 現在最緊要爭取時間 只要有幾天的功夫 我們就開洗柱民 跌分大根斗 於是 在佈置好之後 河少龍 就跟著跟騰影 驚進他們 來到他們 已經設好埋伏的山谷裡頭 然後 就拿出面小銅鏡 向著橫龍嶺的方向 連閃八閃 這正是 當日分別的時候 由河少龍和屈斗其呂鴻 他們訂了聯絡訊號 本來按著批定 當河少龍發出了這個訊號之後 屈斗其呂鴻 他們 一見到訊號 就馬上派人來找他們 現在當然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來這個山谷的 就只會是儲盟那幫 要出他們自諸死地的惡產 河少龍發出訊號之後 帶著三個結拜兄弟 和八名烏家子弟兵 還有 對於野戰非常熟悉的三十八名 驚士烈人 帶著大批的弓箭 攀上後山 藉著山石高崖的掩護 引起身體 等著那些敵人上勾 在山下 他們設了五六個零星分布的形象 形象四邊還有圍欄 看上去似無似樣 如果敵人的探子 在遠方高空那裡看過來 一定很難知道虛實的 太陽漸漸落山 杭少龍起的時候 心頭不敢白敢交集 雖然知道 遲早要跟呂不惟誓不兩立 但也想不到事情會來得這麼快 又想到 根據歷史的記載 莊襄王很快又要歸天 而呂不惟跟著 就在秦國朝廷之內 掌權達了十年那麼久 哎呀 自己不禁一陣心脅 那麼長一段時間 他和烏家可不可以熬得過去呢 那麼關鍵的地方 就要看朱姬這個未來太后的態度 只要呂不惟不敢硬來 他就有把握應付上府的家將兵團 回到咸陽之後 他一定要秘密地練兵 也要想辦法 人類二十一世紀的煉鋼技術 改良兵器 他以前從來都未認真想過這方面的事情 但現在為了自保 一定要無所不用其極 由現在開始 他要和呂不惟展開全面的鬥爭 無論明或暗 只要等到小平地位穩固 那麼呂不惟就肯定無命 歷史上雖然說呂不惟是自殺而死 但以他這種人怎麼肯自殺啊 說不定 會由漢小龍和他一手包辦也有可能 他雖然爭照目 但兩個人一開始就站在極對的牆 好像呂不惟那麼卑鄙陰險 少女藏刀 才使人痛心疾首 身邊的紀姻仁都靠過來說 在想什麼啊 唉 是我不好 害你受苦 那算得什麼呢 好像你那些人 去到哪裡不會招人妒忌啊 依然跟你的時候 周先生早就估到這種情況出現 但我連眉頭都沒有咒一下 漢小龍輕輕地抱著他 心裡寵無的感激 當日我聽說你 和機後有幾次單獨聊天的時候 我們已經覺得很不妥當 現在呂不惟 之所以能對大王和太子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都是因為有機後在旁邊幫手 他對你 唉 這就正是觸使雷不惟要殺你的動機 只有殺了你 才可以使機後全心全意地幫他對付楊全軍 和鞏固勢力 這些事我見得多了 人人都是這樣的 我問我們去上府作客 你不惟有幾次看我們的眼神都很奇怪 我對這方面最有經驗的了 我已經覺察到那些妒忌的眼光 這個時候天已經黑齊 一彎明月升上山頭 他就照到滿地清光 在這時候 騰雪看著下面的樹林說 敵人就像上次一樣 從三面的邪波摸上來 不過這一次 沒有點著火把 一些聲聲都沒有 只是聽到其中有一些 踩斷樹枝的聲音 可見 來的人都是經驗豐富的高手 韓少龍那些平息靜氣 將功搭戰 在這個居高臨勢的形勢之下 又有山石掩護 他們已經立於不敗之地 問題是 可以殺到對方幾多人了 陷阱佈置在營地的四周 斜坡山友上的樹木 都塗上了臨時炸取的蟲子油 燒起來 這一定是風助火勢 不是講玩的 過了整個時分 那些樹枝斷裂的聲音 一般平靜下來 只有伯父那些呼嘯 藤易冷冷的一笑 他們欲守了 說話正在訪拳 無數火把 在山林那處 突然紅紅點起 然後殺星四起 數以百計的人 向著樹林的營商直撲過去 供佔好像雨 向著營商的直射入 殺起騰騰 但是跟著 就聽到下面的一 完全的慘叫之聲 原來很多人 都踩中營地四周的陷阱 也由驚視獵人 精心報仇的陷阱 連猛獸都難以幸免何風的人啊 那些火把 那些火把脫手拋下 樹木馬上喊喊喊喊 四周都著火 突風勁吹之下 火勢迅速蔓延 那些敵人 下面的敵人亂成一團 不便東西 杭小龍海星 射 十幾支火箭先射向高空 四面八方的樹木 都逆逆逆燃燒上來 杭小龍一場大火 波及了整個山頭 慘叫濱流的聲音 拔絕衣語 有火光照射之下 那些敵人又怎樣可以掩藏到身形啊 杭小龍他都不用客氣啊 身仇舊恨之下 勁戰好像雨點一樣直撒下去 火光之中敵人的目標非常明顯 而且無路可走 一撒時間 大家都湧上山丘頂 僑幸武跌入陷阱的幾百人 避不過火燒和利戰冠體的惡運 很快 整個山頭都被龍煙火焰波及 然杭小龍躲在地方都被龍煙焗到 於是他們都不等了 立刻借著已經預先佈置好的攀叔 在後山那裡借逃而去 尾一場仗 總算稍微舒緩了心中的恨意 二十日之後 他們終於重新回到韓國境內 先別說韓小龍現在對採視各國的事心灰意冷 而且所有的財物文典都在洪松林這一戰裡失去了 還和秦軍斷了聯絡 兩手空空去拜訪各國的君主 這不是惹人笑話 安好形象之後 大家奇怪 咦 為什麼不見了蕭月潭呢 李斯是氣急快快地趕來說 哎呀 蕭老病了 眾人聽到大驚失色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這一集完之後 大家準備晚飯的時候 突然李斯趕過來告訴大家 說蕭月潭病了 眾人聽到心情都很沉重 但也不覺得意外 因為這幾天 旅途奔波之中 蕭月潭呢 面色已經是非常蒼白 隨時都要準備病倒 但是眾人入到的形象之後 看到蕭月潭的面色 還是忍不住嚇了一跳 似見蕭月潭睡在帳篷裡面 整個臉是死灰色一樣 雙眼無神 看他的樣子 看來病已經非常沉重 紀燕然握握他的手 想跟他把脈說 蕭先生 不要緊的 再過兩天 我們可以回到秦國國境 到時就可以找大夫仔細地給你看一下 蕭月潭擺一擺手說 燕然不用了 蕭茭也都略通醫道 我自己知道 自己是 我有幾句話想跟少龍單獨說 眾人聽到 為了默然退出去 當剩下項少龍一個在這的時候 蕭月潭突然坐在身上 雙眼之中神光充足 雖然面容依然是那層死灰色 但感覺上已經完全不同了 項少龍看到目睹口呆 這樣才明白 原來他是用易容術握餅 他用一手握著他的手 一句話都說不出 蕭月潭就說 真是不好意思 搞到庭房都哭了天 但如果不是這樣 我怕騙不到小母和小甜 項少龍會議 原來蕭兄 你想不回咸陽 要我還要擺一副假面具去對付那個奸賊 唉 我真的很難忍受 而且他這次 是立心要除去我很削弱陶爺的勢力 使他女族的人可以取而代之 但又不敢明目張膽地坐 怕人說他不念舊情 接著 他在枕頭底 封了一封 封了火七的竹筒 塞進韓少龍手裏說 我詐試的事 除了李斯坦亦和少龍你之外 我只是被陶爺一的人知道 未將這封信交給陶爺 他看完就會明白 同時 叫他為我遣散家裡的妻妾屁捕 幸好我無兒無女 要不然想走也走不掉 項少龍也想起 自己沒有兒女的負擔 現在這樣看竟然是好事 而不是壞事 但聽到這個足智多謀的人 語吊蒼糧 再想想你當年在韓山初會 他時候的情景 不由得滿懷感觸 嘆一口氣 少兄 你準備去哪兒 天下這麼大 我哪算不去得 我還有些小本事 找糧餐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我看得好過與虎同眠 漢少龍怎麼點頭不出聲 少月潭 我從落腳到地方之後 會派人告訴少龍 記住回去之後 千萬要辦什麼無其事 楊全軍的野心 雖然被淚不淚誇大了 但也不是善男信女 借機除了他也是好事 至於會欺民幾多陣 就不是我們控制得到的了 旅族的人之中 如果處盟在橫龍嶺這一戰 給你們拿了個命 那暫時沒有什麼人可成氣候 少其有一 你依然可以倚仲逃爺 逃爺就可以照顧你們 記得你回到咸陽之後 馬上忍退 沒有必要的事 千萬不要見機候和靜太子 這樣才是保命安慎之法 漢少龍想起小盤 心想自己又怎麼能把他置諸不理 但這個原因又不能解釋給蕭月潭 蕭月潭下的聲音說 今晚這隻掩護我秘密尿燭 然後把整個形象燒了他 說我的迷名 少龍千萬要小心點 李斯在雷不惟眼中 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日文 犯他都不會有事 但這個人的才智 甚至學書都這麼高明 他日一定可以成為有力的幫手 漢少龍想起歷史書上說 李斯將日會成為當朝丞相那種風光場面 又出現了巡人禁發六國千軍萬馬對陣交風的慘烈情形 心裏不敢湧起豪氣壯志 沒錯 韓少龍 你千萬能夠意志消沉 否則 不然 迷死子 有命去面對著這些貴大場面 在默然神傷之下 漢少龍都回到咸陽 雷不惟一早接到消息 在城外迎接他們 眾人來的時候 早就已經識穿他的假面具 恨不得他土皮上插幾刀 但見到他身邊 有百多名的親衛 人人都身形飆漢 看起來都不是異語之輩 顯然他未知虛實 不知別人有沒有識穿他 亦對他們有所防備 蒙傲亦都聞信趕來 見到他們這麼狼狽 而且那一千巡軍 還有屈斗其呂洪 三百名上府家長 亦影跡全無 就覺得很奇怪 他的樣子就不像呂不惟 扮出來的 蒙傲蒙騙兩人 甩爛歸來 一見到爹就馬上破居 衝入蒙傲的懷埔裏 後面喊著事情就說了出來 反而 就省了項小龍不少的唇舌 說到橫龍嶺一戰的時候 呂不惟明顯地鬆了一口氣 知道自己的奸謀還未敗佬 而聽到蕭月潭因病過身 呂不惟隨足遁空 哎呀你這件事 我一定要為月潭討回公道 轉頭對項小龍說 蕭龍 你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馬上和你入宮 我要向大鴻面品此事 如果以前 項小龍見到自己 這麼大挫折之下 呂不惟都還將這件事攬上身 而且不怪責自己 一定是心存感激 看來現在當然知道 什麼回事 於是眾人分成四路 蒙傲呢 向項小龍表示衝心感激之後 帶了兩個兒子回去 藤瑩 紀燕賢烏亭方 他們回到烏府 李斯還有幾名呂不惟的親衛 就一起回去上府 而呂不惟呢 就在項小龍陪同之下 一起入宮 馬蹄聲響之中 項小龍很想找一些說話 來找住呂不惟 但是這個時候 自己心裏面對他 只有韜天仇恨 一個字都說不出 呂不惟就以為 他擔心莊雙蒙會怪罪 就安安說 對我不好 猜不到就因人隨而亂這一着的伏兵 要不然 也不用笑龍落到這樣的田地了 趙善公主死了 幾名愛媲身亡 一陣子我在府中挑選幾個媚女給你 以前的事 忘記了他算了 河小龍心頭滴血的說 呂上千萬不要這樣 是啊 東州的事情怎樣 一提到這件事 呂不惟馬上尼飛色舞 他去東州 還不是首都難去 在我提議之下 大王已經將東西州的故地 合兵為三滾 三村 即是河 洛 三條的大河 還封中叫民津後 專門負責管理這個郡 食入 有十萬人 楊泉軍這個人 不可以放過 韓人和他勾結 也都是罪無可恕 現在沒有東州在左頭左勢 我馬上就請大王對韓國用兵 陸國現在自顧不下 我們盡量佔領韓人的大片土地 然後就輪到趙國毅國 哈 哈 韓少龍聽到不夠暗暗心寒 少月談真是說得對 如果論心狠手辣陰謀手段 真是沒有多少人可以比上去 呂不韋 只有黃公 韓少龍嘆了一口氣心想 莊商王對自己這麼信任 但自己現在偏要騙他 人生為何總有這麼多無奈呢 莊商王接見韓少龍之後 聽到他被楊泉軍的人伏擊 當堂面色大變 顯然發跌真火 和小盤一齊坐在右邊的朱姬 楊泉軍居然這麼膽大妄為 害到少龍同室嬌妻又選兵折仗 大王啊 你一定要為他討回這筆血債啊 小盤聽到趙善死了 雙眼也噴出爐火 因為他都趙善 又好像母子姐弟那麼深刻的感情 呂不韋更加辦妥了 老臣一直都遵照大王吩咐 對左上抱著以和為貴的態度 怎知人心難測 就算他的大王有恩在先 但是大王對他的人知意盡 他居然以冤不得 哎呀 威神 真是不知說什麼話好咯 河小龍趾低頭 他不敢讓雷波偉看穿他現在的臉色 他心裡已經充滿了疲疑不嗤之意 莊傷王再想一陣 對河小龍說 今次出事 所有殉難的人 家屬都賜給他們十兩黃金 唉 所謂人死不可復生 少龍你最緊要節哀順變 才有平方是病世 現在善公主又如何 卦人都感同身受 少龍有什麼請求 儘管說出來 華人會想辦法為你辦到的 朱基和雷波偉兩個人 立刻向他打了個顏色 叫他求莊傷王為自己主持公道 但是河小龍扮得看不見 遞低叩頭說 少龍現在一無所求 我只希望能夠暫時退隱山林 好悼念亡妻 莊傷王朱基、雷波偉 連同小盤一起感到很惡然 一時間一句話都說不出 朱基的心童 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皺在眉頭 正在想著 河小龍這就是什麼原因 他很清楚河小龍的性格 他怎麼能夠肯就這樣放過楊全軍 呂不愧又不知道自己奸謀敗佬 見到他心灰意冷 不如在心裡暗暗高興 小盤又覺得很惡然 他師父要退隱嗎 難道他不理我呢 好幸好他最清楚 河小龍對趙善的深刻感情 所以雖然不開心 但是也不怪他 莊傷王呢 他就以為河小龍 怕自己難組 所以連仇恨也擺在一邊 心頭更加覺得難過 他說 少龍你休息一下也好 但是這件事 我怎麼都不能就此不聞不問 一會兒我就見太后 跟他打個招呼 朱基聽到就說 大龍千萬不要這樣做 太后雖然不喜歡楊全軍 但是話到底也有骨肉親情 如果驚動了他 突然發難 要發動叛貶 今天害虎百姓 呂不偉也說 所謂成大使者八驅小節 大王請立即落命令 等神下指揮 將艦堂一網打中 為大王立威 莊傷王看一看 跪在前邊的河小龍和呂不偉 猛言一咬咬 好了 這件事就交給呂上國去做 但是要留下佐成雙條命 等我稟告太后之後再作定奪 呂不偉見到莊傷王終於肯對付楊全軍 因著心頭狂起 大聲答應 河小龍心想 好了 現在儘管讓你橫行一時 但是終有一天 我要讓這個大奸賊 鳴喪在我手裏 回到屋府的時候 上下人等 個個面上也帶著悲憤的神色 仇魂龍罩 逃風在大門口截著他 拉到他花園裏長遮短探 一時間大家都沒聲出 河小龍聽到覺得很奇怪 有什麼事 逃方搖搖頭 趙危之間發生了很多事 看來牙夫人來不了 河小龍聽到整個震一震 蛤 他不是死了嗎 死就沒有死 不過跟信靈君舊情不伏齒 這種水性揚花的女人 你忘記他算了 河小龍聽到反而放心 只要他是自願的 自己就不會怪他 自從認識他之後 他就一直都是這種放蕩多情的性格 信靈君呢 無疑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男人 只是想不到 他們之間發生這麼多事情 但是依然可以走在一起 但是 逃方跟著說 韓正做了太后之後 掌握了趙國的大權 他已經派人智慧魏王 要他將趙雅處處 幸好龍陽軍通知趙雅逃走 趙雅於是避到信靈君府內 由他維護逃過了這個難關 趙雅當然感恩徒步 所以暫時不會離開信靈君 但是他派人來告訴你 他真正愛的人只是你一個 希望你能夠體諒他 河小龍哪想到其中的這麼多曲折 這句話呢 龍陽軍果然是言而有信 比很多人都好得多 並不是因為他董馬芝已經死了 而不照顧趙雅 他說 趙雅呢 你放心 他一早一來到了 現在正在府內 河小龍敢先鬆一口氣 我還以為什麼事 陶公你的神色幾乎嚇到我了 為什麼你的面色依然這麼難看呢 陶公說 唉 三公主那兩個貼身的丫鬟 翠綠翠彤兩個 聽說主人遇害 一起 偷偷地上吊死了 我們發現的時候剛剛斷了起 這幾句說話說出來 真是像晴天霹靂一樣 河小龍不日在全身劇震 眼淚水斷 康而出現實 偏偏是這麼殘酷無情的 當陶先來調演趙仙 以及春瑩幾個屁女的時候 河小龍把蕭月潭那個竹筒遞給他 陶先一聲不出 拔出白卷 看完了之後 神色出奇感沒有多大的變化 然後馬上就燒了一封白書 跟著說 你十幾年 我剛才從來都沒有把蕭月潭當成我的下屬 我們好像親兄弟一樣 不過大家心跳不舒 唉 只有他做的事 我才會放心 到了這個時候 他還肯給我這一封信 我沒有教錯這個好兄弟 河小龍嘆一口氣 沒有出聲 途先消散地耸耸肩膊頭說 所謂秒盡工廠 這個道理真是沒錯 共患難容易 同富貴艱難 我們這群老臣子 錯就錯就知道太多女藝的事 尤其關乎他和姬皇后之間的事 其實在這封信之前 我已經找李斯問清楚了 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河小龍敢先明白 途先跟著說 呂不韋雖雖然厲害 但我途先又怎麼會這麼好欺負呢 柱文現在都還沒回來 應過空多吉小 呂雄呢 就剛剛回來了 不過你小心點看我 如果讓他知道真相 以他那副光潔的性格 一定藏不住在他心裡 這樣賺得他被呂不韋害死的 現在楊全軍被囚禁起來 諸聯的人達到萬多人 秦國軍方大半人已經去類不為頭城 如果明槍明刀和他鬥 我想你鬥不過他半個手指頭 啊 河小龍點了點途 途兄 你想怎麼做呢 跟你一樣 等 我們一定要等到最好的機會 哈哈一笑之後 他輸盡了心中的憤慨 走了 河小龍坐在那裏 一直到烏應員來到身邊 自己才清醒一點 烏應員彈了一口氣 李相國叫我來勸你 他現在正是用人指使 蒙俄將軍馬上要出征韓國 少龍 肯不肯做他的副長呢 河小龍很誠懇的嘛 外父 你信任我嘛 那還不用說了嗎 我對你更相信自己的親生仔 好 那我告訴你 我每件事都是為烏虎著想 包括你一次退隱山林 還有一天 你會明白小勢為什麼會這樣做 但是現在 你不要再追問了 你有什麼事瞞著我啊 河小龍雙眼流淚 外父 你不是想為阿爺在咸陽那裏見一個風風光光的衣冠蟲嗎 如果十年之後 我河小龍依然有命在 這樣就可以完成外父這個心願 呼應原請的這番話 當然知道其中有原因 他停一停 點一點頭 我明白了 明天我們馬上千春咸陽 無論如何 我們梁雍世之情 永無改變 這段日子 河小龍心中的痛苦 真的沒有辦法減輕 由趙國回來之後 命運就不斷整股著他 如果不是因為廷方是病世 所以自己心願一動 才將烏廷方趙善帶在身邊 後者就不用慘死 春盈他們亦都要避過大難 而吹同吹陸 就更加不用以身殉主 當日在大梁之中 就算在這麽兇險的環境之上 加上小小的運氣 自己依然可以保護這個美麗的趙國三公主 但是 在洪樹林的水邊 他說要他忍恨收場 到底 都是自己不夠警覺 被雷不韋這個陰謀家 算了自己一掌 他不能再給雷不韋另一次機會 他根本就經受不起 七個青春換法 正是享受著大好連華的美女 就是這樣一去不返 就像一場春夢一樣 他永遠都不能忘記這幾個美女 忘記不到平時那些花容月貌 也忘記不到他們死的時候那種可報的情景 翻日在牧場有半年的時間之後 他的心境漸漸平伏 也絕口不談朝政 但是暗中 他是秘密操練自己手下的兄弟 全力栽培一支 人數已經有五千人的 古代戰國時害的特種部隊 這次烏家的子弟兵 他用他們輔助小門登上皇位 應付雷不韋的私人軍團 這一班戰士 除了原先由烏雀一手訓練出來的 有三千個烏家的子弟之外 以及由寒丹跟進來的 蒲布等人 以及京士的獵人之外 新近還通過烏雀 藤燕 秘密 在廣佈於六個烏士族人和荊家村裏 再精算一批有潛質的人 韓士隆將五千人分成五軍 每軍千人分別由烏雀 藤燕 京進 烏果 蒲布率領 平時他們是以放牧者的身份作為掩飾 訓練集中的晚刻 使他們精於夜戰之術 而教授的課傳 諸由他和藤燕設計 不用說 以前他二十一世紀學來的那一套 現在哨家變化也搬了過來 所謂公辱善其事業必先利其器 有了幾年的越國工長 配合韓少龍 這個來自二十一世紀的人 對夜金的認識 製造出超越當時代的優質兵器 當然是不在話下 在戰國的時代 這個時候使用的兵器 短兵器多數都是劍 這個時候的劍 最長是三尺到四尺之間 太長就會斷了 但是現在 漢少龍成功駐造出長達五尺的超薄超長的劍 只是這一點 已經是這支特種部隊的威力大增 會應援入派人 在各地搜羅名總配出一批的戰馬 無論在內力速度之上都遠勝從前 蕭月潭說得對 有家的龐大財力物力在背後支撐 你就知道 的確是人家不可以忽視的力量 漢少龍本身 也受過間諜和搜集情報的訓練 甚至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於是 又選了幾百人出來 進行這方面的訓練 由逃亡這個經驗老到的人主持 經過半年的努力 他們已經成立了一個 自給自足的秘密的軍事集團 各位 要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上回我們講到 漢少龍 休息了大半年之後 心情漸漸平復 而利用這半年的時間 他們都建立了一個 兵力達到五千人的秘密軍事集團 天天 逃亡來找他 漢少龍就知道 自己平靜的生活 看來 已經被打斷了 逃亡一找到他 就跟他說 現在探聽到的 咸陽和陸國之間的形勢 所以蒙昂在攻打韓國取得大勝之後 現在呢 攻打趙國 也都連連取勝 成功佔領了 榮陽幾個大城市 而王寧呢 就攻取上黨 現在繼續 向其他幾個城市進攻 陸國的人人致危 而安寧王和信寧君呢 亦都見到這樣的形勢之下 拋開成建 由信寧君呢 親自游說其他陸國 目標策動另一次合縱 對付秦國的威險 漢少龍一聽到這些消息 然後面試一變 哎呀 那趙雅危險 逃亡見到他這樣的反應 有點不高興 那種水上陽花的女人 蕭龍你還要理他嗎 逃亡明白漢少龍的意思 因為信寧君要游說六國 自然呢 更加要徵得趙國的支持 而現在真正操縱趙國的人 不是還未成年的趙皇 而是貞皇后 圍著以前的情手 貞皇后說不定 會提出要處死趙雅的條件 這樣才肯和信寧君合作 漢少龍默言一陣說 趙仁和燕國還在交戰嗎 逃亡怎樣怎樣逃 燕仁處於下風 廉婆殺起燕國的名將律福 燕仁顯示求和 當然要給趙仁佔一些便宜 信寧君這一次 首先要促成燕趙庭展 漢少龍的面色更加難看 信寧君出殺了多久 逃亡知道他依然對趙雅 念念不忘 嘆一口氣 小悉傳奇的時候 信寧君離開魏國至少已經有五個月 如果信寧君和韓正之間有秘密處死趙雅的協議 我們已經來不及救他了 漢少龍聽到一陣心煩意亂 陶方說 現在我們自身難保 呂不惟先世人之狀態 聽說門下的家長食客 已經有八千人 另外 他還建起了 比現在府邸批模大了三倍的上府 左承上的職位 在他故意瀏覽之下 一直不懸空 使他可以總攬朝政 再加上折捕貧荃 現在咸蓉人人都要看他面色 漢少龍暫時拋開趙雅的事 逃公 你這次匆匆而來有什麼事呢 唉 這件事非常奇怪 大王派了幾隻騰姓的內使官來找我 照你入宮一見 所以我馬上趕來通知你 那個騰姓的神神卑卑 內情似乎不簡單 漢少龍聽到那個心不由地打這個凸 這個時候 烏亭康的叫召聲 又在裡面傳來了 漢浪啊 你來評一下你啊 我和智智 誰才是攀山能守 漢少龍嘆一口氣 看來這種與世無爭的生活 恐怕又要告一段落 過了兩日 漢少龍和騰姓 大約十八名手下 趕了一日一夜的老 在第三日的朝早 就反抵咸陽 馬宋爺入宮見莊襄王 這十八人 被騰姓稱為十八鐵衛 包括烏賢柱和烏書 這兩個騰姓亭出事的烏家高手在內 烏族佔了十個 京士的獵人佔了六個 其他兩個 就分別來自蒲布那幫人和紀姓炎的家長 你十八名鐵衛 受過嚴格的訓練 表現出驚人的潛力 所以在你五千人中脫命而出 做了漢少龍的親兵 可見他們是怎樣高明發 可以說他們是特種部隊裡面的頂級精銳 自從紅樹林一戰之後 各人都痛定思痛 都發覺是自保之道 只有強兵一套 打不過 起碼可以突圍逃走 葬商王早夜有吩咐 禁衛軍一見到漢少龍來 就叫騰逆他們留在外宮 但漢少龍直接入內 他依然是神彩如色 不過眉頭深鎖 臉色是略有眷勇 在其他人退下之後 葬商王和他分君主之位坐下 大家都不出聲 這個戰國時代最強大國家的君主 忽然離你一笑 不見不覺他有了半年 把人和姬王後都不時聽起你 前日早朝的時候 我忽然想 如果少龍卿家在朝堂之上又好了 現在見到你神彩飛揚 已經沒有當日頹堂失意的樣子 寡人真是替你高興啊 漢少龍聽到不覺心頭溫暖 所謂權力使人變得無情和腐化的常規 並沒有發生在這個氣質高雅的人的身上 同時 他也感到默然神傷 因為他知道 葬商王已經剩下沒多長時間的命 但也覺得奇怪 他這個人看起來很健康 又怎像生命已經走到盡頭的人呢 這種想法 在他心裡用一種非常複雜亡邁的痛心感覺 一時間都說不出話 少龍 你這些人的感情非常豐富 由你的眼神可以看到 你知不知道楊全軍三日之前過世 你喪彩之恨 終於得到公道了 大王處決了他嗎 落手的人是不諱 他以為寡人不知 遠禁了楊全軍之後 隔幾天 他就送上烈酒美女給他 楊全軍向你走色過度 現在又被禁言禁離府 更加深情苦悶 萬無折制之下 半年下來 終於頂不順真命護膚 這樣也好 他的死 才能補償他犯過的罪過 項小龍嘆一口氣 他對楊全軍絕對沒有什麼好感 但說到底 楊全軍只是權力鬥爭的失敗者 與呂不韋相比 他真的差得很遠很遠 莊商王可能很少跟人講心事 一時之間一如談慶大發 以前在寒丹做人質的時候 我以為可以回回咸養再無苦惱 唉 但實情是另一回事 由做到太子 到現在做到君王 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煩惱 如果真的好像右上角的夢想 實現到一樣統一天下 可能那時才有更多的煩惱 你看看 正好你的大蠢已經是這麼難管 韓少龍心想 這些煩惱不關你的事 那是小盆的事 但想起自己看過秦始皇的那片 順口就說 其實天下都不是這麼難管 要管治好天下 所謂大有大管少有小管 管天下 不外乎政治和武力這兩方面 而前者 就分對內和對外 對外的 我們可以連起六國的城牆 防止兇奴入侵 而對內 就可以解除六國的武裝 再派人嚴密監管他們 天下 就可以相安無事 太平過日 這一點就不是韓少龍自己的見解 那是他看過秦始皇這部故事片 和他看過歷史書上 已經在後來發生了的事 壯商王聽過這番話 雙眼忽然發光 興奮的 那政治方面又怎樣 韓少龍想起 當時看過的那部片 隨口去應他 大一統的國家 當然有大一統的手段 首先要廢除分封諸侯的舊劑 將天下分成腳竿的棍卷 至於咸陽直接的管轄之下 然後統一全國的道量行和貨幣 使書和文 車和軌 跟著 我們還可以收足易道運河 使全國的交通經濟 都有所促進 所謂糾亂必至 大王你用什麼心煩呢 莊商王聽到忍如一百張腿 哎呀 蕭龍隨口說出來的說話 已經是前所未有的高足願見 佐成上這個位 蕭龍你就最對了 韓蕭龍聽到 不如你整身劇陣 什麼話 莊商王說 楊全軍始終是名義上的佐成上 現在他過身要另立人選 我都不知道多麼煩惱 我就在猶豫著 蕭龍你是否長於政治 現在聽了你這番話 我還怎麼用猶豫呢 韓蕭龍聽到嚇到全身雕塞冷汗 他哪裡懂得搞什麼政治啊 只是依書直說 打算用這番話來解開莊商王的心事 誰知會惹來這樣的後果 他即時跪下說 這件事千萬不要啊 大王請收回成命 嘻 什麼 笑龍不肯幫寡人治理國家嗎 韓蕭龍心中叫苦他說 大王你跟呂商爺講過這件事沒有 莊商王說 蒙大將軍剛剛攻落了召人的三十七座城 所以上國昨天趕了過去 很設立大軍 現在我大軍在東方有了三尊和太原兩棍 突破了三盡的封鎖 對統一大業最為有利 但是不為慶家的工作也大為增加 笑龍你是少數幾個看得起的人之一 有你跟他分擔 他就不用這麼奔波羅碌 漢蕭龍心想 唉 如果你問過呂不韋 還讓我做到這個左承相 恐怕呢 我要死一個更快 你的莊商王 想不到有什麼脫身之計 靈機一觸 他想到辦法了 馬上就說 但如果笑龍真是做了左承相 對呂相爺 就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笑龍你詳細給我解釋一下 漢笑龍坐好 被莊商王說 笑龍始終由呂相引以來咸陽的人 人家當然只為笑龍就是呂相的人 如果笑龍登上左相之位 人家會說 呂相你任用私人居心不良 而且我始終是個外人 以前又沒有什麼治國的經驗 怎麼能使人心腹呢 莊商王久久眉頭說 但是寡人心目之中 就沒有人比笑龍更加適合的 漢笑龍衝口而出 徐先將軍也是難得的人才 大王為什麼不考慮一下他呢 其實漢笑龍只是見過徐先一面 但是見到他對呂不韋豪不賣將 所以印象很深 現在就脫口而出 漢笑龍面容一共 你的提議都很適合 但是笑龍 你是不是還要考慮一下才好呢 漢笑龍立刻添油加草 講了很多 如果用徐先做左丞相的好處 等到莊商王終於同意了 才一口冷汗的 笑龍還有一個小小的提議 笑龍你快點講吧 旅上的食客之中 有一個叫做尼斯的人 曾經跟著笑龍出事 這些人見識廣闊 很有抱負 大王可不可以破格任用這個人呢 哈哈哈哈 這個只是一件小事 我馬上安排一個位置給他 真是一個很難一個人 處處都只是為人家著想 這樣 漢笑龍聽到的心目這麼暗高興 就說 那麼安排的位置 可不可以給他接近太子呢 然後這個人 作為太子的近視 對太子將來 是很有益處的 壯商王 人一點都沒有懷疑到 他這一腳對付 呂不韋最厲害的暗棋 一切都沒有 對太子的 還是很難過 一切都沒有 一切都沒有 那一切都沒有 很難過 很難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